人家釣藥小組召集人張思剛就表示說 他會邀請當時的秘書長跟副秘書長 前去嘛 邀請是邀請 邀請是邀請 但我是說 當然啊 這個林副秘書長也可以不去 我只是說如果人家邀請 他會不會用這個台中市政府 會不會用這個公務繁忙所以不讓他去 他要不要去我不知道 我現在是問副市長 你這個長官的態度啦 你會用公務繁忙不讓他去啦 我覺得我們不會用公務繁忙不讓他去 可是我是說今天我剛講很清楚 假如是休假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準假 那假如說要公假要去的話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斟酌 因為這個我想也 現在我也不會在這個時間決定 因為還沒發生嘛 而且我只是會 可能簽名蓋章 然後 決定權不在你啦 對啊 那就因為我想我們有一個行政程序 好 副市長是一個好長官啦 真的 副秘 你要遇到一個好長官喔 他都擋在你的前面 真的 副市長是一個好長官 他擋在你的前面 他講了這麼多 就是不讓你回答這麼簡單的 有主持 沒有主持 就這麼簡單 然後這麼簡單的事 你不願意回答 幫我拿個水好不好 你不願意回答 這麼簡單的事 但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啦 你不願意回答 這其中喔 我不是說你有問題啦 可能是元大人壽有問題啦 這回你名譽 你趕快對元大人壽提告 我相信你啦 我相信副市長 但如果不是 副市長你今天這樣包庇他喔 我覺得以後很難那個 我說如果不是喔 你不用跟我回這句話 我說如果不是 對啦 總共會叫包庇沒有對不對 對 我說如果不是就是包庇嘛 如果是我就說 如果他有主持那就很好啊 但如果不是你今天就包庇他 真的您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主持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問他嘛 可是現在檢調在調查 這跟檢調調調查是兩件事 你這個問題也有一點比較簡單 就是說有沒有主持 很簡單啊 還要複雜到哪裡 那平時會議是什麼時候 沒關係啊 剩三分鐘 而且 副市長 謝謝 第二個喔 剛剛也講說 如果人家調閱小組 台北市議會調閱小組 要邀請我們的林副秘書長去 我其實有點不太知道 台中市政府的態度 當然你可以說到時候再講 那我就先預告 台北市議會會 調閱小組會邀請我們的林副秘書長去 當包庇秘書長 當時的秘書長 會邀請他 我希望 因為 他都可以說議會被詢 都可以說他要批公文 但他也可以來被詢 不要找一堆理由 到時候說 這個工價不准 因為這個工務繁忙 讓事情能夠釐清 而這個問題跟我們台中市 未來的 城市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需要 BOT也好 招商也好 需要很多的企業 共襄盛舉 而是到底 元大仁壽 未來適不適合 乃至於現在就是適不適合都要知道 對不對 這跟台中市很大的關係 所以就好像 如果是我們副秘書長沒有主持這個會議 而卻說有主持 當然他現在沒有講 但會議 有一份會議幾乎出來 如果是這樣 說實在 如果是這樣 我會很懷疑 我們台中市 很多經手於他的這些會議 跟案子 如果不是 那當然我現在這質詢 是幫了我們台中市政府一個大忙 就揪書說某一個企業他是說謊 所以這這麼重要的事 跟台灣發展這麼重要的事情 然後只要一句話 有或沒有 然後你可以無限迴旋 可是報告議員 你是作數回戰裡面 畢竟現在因為已經在司法調查了 對不對 然後在行政方面 誰跟你說在司法調查 報紙 你看今天的自由時報寫的 喔 這樣就做得準喔 報紙寫就做得準 然後我剛剛念台北市議會 你就說這個是假設 好奇怪喔 我相信沒有 你看報紙說的 就做得準 我剛才說的人 議會要調 你又說做不準 我相信自由時報 人家這個是很專業的一個報紙 喔 好好啦 所以 你不相信自由時報報到的 我拿 謝謝 我手上拿的是自由時報 對啊 那你又拿自己來執行 所以我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跟我這個 這個Datsui Go 實在沒什麼 實在沒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我問這個事情 跟台中市政府 是有高度關係的 謝謝 而跟你的管理是有高度關係的 其實就一句話而已 你有沒有去問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我現場 幫你問了這件事情 是幫台中市政府再問 有主持沒有主持 這一個字或兩個字而已 都可以扭扭捏捏 閃閃躲躲講這麼久 這個跟台中市政府沒有關 我剛才跟你報告說 這跟台中市政府的關係在哪裡 報告議員 能夠再講10秒鐘 我真的很謝謝這個議員 因為您在行政體系也待過 您也非常理性 你提醒我們這些 那我們注意到 可是我也跟您報告 就像我昨天講的 台中市政府真的會依法行政 而且我們市長對這方面要求 非常非常的嚴格 非常嚴謹 所以您擔心的事情 我們應該不會讓它發生 而且你現在提醒了我們說 假如有萬一這樣子 那我們會謹記在心 謝謝議員 我提醒 我再給你10秒鐘 我提醒 我提醒了什麼 你提醒我們就是說 萬一如果說原大假如是 這個不是一個優良企業的話 他未來有可能會來 好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那反制呢 那反制的話 他假如優良企業 而且他假如如果 沒有被採購法給他 例如不優良廠商的話 我 好